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國慶長假期間中國海軍仍組織緊張訓練 有消息說解放軍海軍洋情護艦綜合援潛救生船 在一艘護衛艦的伴翠下已經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 執行遠洋訓練任務 雖然洋情護艦幾乎沒有特別武器裝備 但進入印度洋令印軍大為緊張 突然間可以說是手忙腳亂起來 因為洋情護艦是一艘救生船 它到了印度洋 可能是意味著解放軍的核潛艇也進入印度洋 潛艇作為海軍的主戰武器 也是海軍執行攻擊性任務 前沿部署的重要武器 海水為潛艇提供隱蔽屏障 同時也是潛艇行動的障礙 例如潛艇發生故障或失事時 一般的艦船沒辦法救援 不需要專業艦船 也就是潛艇支援艦 另外有些潛艇支援艦還負責潛艇維修補給等任務 以延長潛艇水下活動的時間 因此潛艇支援艦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就是海軍最重要的艦船之一 美國就專門建造了兩艘萬噸級的潛艇支援艦 用來保障攻擊核潛艇的全球行動 軍事專家就指出 潛艇支援艦製造技術難度大 造價高 一般國家和地區都沒辦法建造 2021年印尼海軍一艘潛艇失事 但是印尼海軍沒有潛艇支援艦 沒有辦法組織救援因此向解放軍海軍求援 解放軍就派出了一艘潛艇支援艦 幫助印尼海軍打撓和救援 陽情湖艦是國產926型 綜合援潛救生船 首制艦是在2010年才服役 滿載排水量超過9000噸 是中國目前最先進的潛艇支援艦 926型綜合援潛救生船 配備有救援潛艇 高精度水星系統、深潛系統等 高技術專業潛艇救援設備 推進系統是綜合電力推動系統 可以實現無級調速、配合攬手側推系統 能夠實現高精度動力定位 特別是和全回轉、舵掌配合 可以任意移動船位和角度 方便潛艇救援行動展開 整體戰術技術指標在國際也屬頂尖之列 926型綜合援潛救生船曾參加過中俄海上演習 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對無以失事潛艇的定位和救援 令到俄方刮目相看 救生船還參加過美國海軍環太平洋演習 和美國海軍聯合演練潛艇救援 因此印度軍方認為 洋情護艦綜合援潛救生船進入印度洋 應該是配合潛艇 為潛艇巡航印度洋補教護航 換句話說 解放軍的潛艇應該已經是提前進入印度洋 隨著國家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對外聯繫亦更加密切 海上交通線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大動脈 在這種情況下 解放軍海軍航線需要不斷向前伸延 以保護中國海上交通線和海外利益 印度洋也是中國海上交通線的關鍵海域 也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區域 中國從中東、北非進口的石油等重要能源 都需要經過印度洋 對亞非歐出口貨物同樣要經過印度洋 新世紀初亞丁灣海道槍決 就對中國對外貿易造成嚴重影響 解放軍海軍在亞丁灣、護航一直持續到今天 其實從2010年代開始 解放軍潛艇就開始零星地進入過印度洋巡航 既有攻擊核潛艇 也有AIP潛艇 最遠的還曾經是遠赴亞丁灣等海域 最長海外部署時間超過4個月 為了保障潛艇安全正常執行 遠航任務 解放軍海軍也派出潛艇支援艦 配合潛艇遠航的 專家認為今次洋情護艦進入印度洋 等於告訴印度解放軍潛艇已經提前進入印度洋 型號不明、數量不明 是不是核潛艇 印度更不知道 這種情報上的空洞 肯定會令印度海軍非常緊張 目前來看 能夠有實力進入到印度洋巡航的潛艇 至少是093B型AIP潛艇 或093系列攻擊核潛艇 其他常規潛艇遠洋作戰能力有限 094型戰略核潛艇就沒有必要跑去印度洋行動 印度對於解放軍海軍潛艇進入印度洋非常抵觸 經常派出海上巡邏機、水面艦艇、跟蹤監視解放軍軍艦 由於現在P8I反潛巡邏機使用成本太高 印度海軍又花費巨資從美國引入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 其中一個重點任務就是監控馬六格海峽進入印度洋的通道 此前解放軍海軍艦艇曾短暫停靠在斯里蘭卡科倫波港口休整 印度就曾向斯里蘭卡施加壓力要求不讓解放軍的軍艦停靠 印度甚至對中國遠望號航天七輛船在印度洋活動都非常緊張 可說到了風聲鶴淚、草木皆兵的程度 不過解放軍潛出印度洋的部分不會停止 隨著解放軍海軍整體實力不斷增強、作戰能力不斷提高 解放軍在印度洋前沿部署正在常態化 特別是航母、兩棲攻擊艦服役數量也迅速增加 解放軍未來能組織更多航母編隊和兩棲打擊群 解放軍的航母編隊和兩棲打擊群將來也不排除進入印度洋活動 中國軍事專家說解放軍水面艦艇、潛艇和各種支援、保障、艦船 將會更頻繁地進入印度洋 對此印度或會手忙腳亂但更需要學會適應 始終印度洋不是印度的洋 美軍核潛艇能夠去解放軍的核潛艇自然也可以去 另外提一提有研究說中國新一代核潛艇將會更難監視 隨著中國開始生產新一代核潛艇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一份報告就指出 監視新潛艇將會更困難 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說有關的研究結論可信 報導說越來越多證據表明中國有望在本世紀末 將096型彈道導彈潛艇投入使用 潛艇靜音性能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俄羅斯技術 作為研究人員之一的美國退役潛艇兵 海軍技術情報分析師卡爾森說 096型潛艇非常難被發現將會成為一場惡夢 報導說中國新一代核潛艇 預計將會對美國追蹤核潛艇的努力構成挑戰 美國國防部去年11月曾發表文件說 中國海軍正在例行使用的 舊型094型潛艇噪音相對較大 是作為軍用潛艇的主要障礙 文件指出096型潛艇 可以在隱身性、傳感器和武器方面 與俄羅斯最先進的潛艇比較 這將會對美國和印太盟友產生深遠影響 另外看看全球首創 掃控草瓶亮相在杭州亞運會的閉幕式上 杭州亞運會閉幕式8日晚上舉行 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 阿奧理事會代理主席新格致辭後 宣布亞運會正式閉幕 其後杭州亞組委將亞運的火具和旗幟 而交給下屆主辦城市日本名古屋的代表 閉幕儀式是歷時大約75分鐘 主辦單位利用4萬多火的LED燈珠 打造全世界第一塊的掃控草瓶 配合表演變換成不同的圖案 成為閉幕式的一大亮點 而在開幕式亮相的數字火具人再次出場 與觀眾互動表達不捨之情 閉幕式有兩個節目表演和播放四條短片 美星有加年華環節邀請運動員、義工和工作人員等 一起入場再歌再舞和拍照留念 最後看一看西部六海新通道海鐵聯運班列 開行突破3萬列 一連載滿了印尼喜蘇油、越南的紅薯澱粉 還有海南的椰子汁等 110個貨櫃的海鐵聯運班列 8日從廣西駛向重慶 標誌著西部六海新通道海鐵聯運班列 第三萬列成功發車 運行6年以來班列發送的貨物逐年增加 班列數量大幅增長 數據顯示從2017年的178年到去年的8,820年 增長49倍 每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長 廣西北部灣港是中國西部地區便捷的出海口 也是西部六海新通道的重要樞樓港口 廣西北部灣港已經開通了內外貿貨櫃航線76條 通過航線網絡可以通達全球貨櫃港口 輻射範圍涵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二百多個港口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